歡迎收看 太陽哥 你們家兩個小寶貝 要注意小心感冒 對 真的 上上禮拜 手足口 她那個手足口 腸病毒 很遮騰 我家用雙胞胎 一個重 你另外一個 你也不用隔離 不用隔離 你只有準備 我覺得對孩子是非常痛苦 遮騰 對 你孩子有手足口 小朋友最不舒服就是喉嚨 然後BTT 倒流 晚上根本就睡不好 因為她破嘴巴 你看我們一個人破嘴巴 就多痛苦 他們裡面都破 喝奶都喝不下去 就吐出來 對啊 對啊 那個時候是很痛苦 大神在小學畢業之前 是一天那樣很感冒 而且我一定中膽 照顧他的媽咪 因為妳要親 媽咪親親 這種破譯就傳染了 我不否認 一定啊 沒錯... 當寶貝這些 現在還在親 你沒有比賽 你那還沒兩歲 所以你有的被傳染感冒了 大概一直到小學畢業 他末來上國中長壯了 體格好了 就比較少 這個還要非常小心 今天要講有一些人不求醫 反而去看網路 去爬穩 到底真的可以嗎 現在每個的老師醫生 都是叫Google 網路搜就有了 所以今天都有準備好 要跟大家分享的 好的不好的 正確的錯誤 我們歡迎來賓 首先定一位 對付幼兒感冒 超有一套的辣媽 韋汝 對付幼兒感冒 有媽的孩子像個寶 只要你生病 找我這個媽就對了 好 接下來歡迎 相信祖傳秘方就是王道的 甜姐的謝忻 好 大家好 對付謝忻 相信爸爸還有阿嬤的話 就對了 你好 謝謝謝忻 大家好 接下來歡迎 健康知識滿頭腦的營養者 劉依麗老師 嗨 如果在那時候 如果你吃對東西的話 真的會比較容易復原 嗨 好 歡迎不怕感冒 Always 身強體創的健康達人 洪素卿 嗨 大家好 網路上流傳的偏方不能盡興 不然小心越搞越糟喔 好 歡迎蘇琪 來 我們看看第一個網路上的 妙方是 紅糖 薑湯 因為我覺得到秋冬 真的是感冒的高峰期 像我自己就會燉一些紅糖 薑湯 就是平時保養的時候就可以用 然後我自己偏愛用老薑 再加上紅糖去燉出來 我跟你講蠟翻了 越辣越有效 因為越辣你知道那個活血有沒有 身體就會更熱 越辣越有效 辣翻了 看我們黑人哥 嚇一下什麼東西辣翻了 我嗎 對啊 老薑很辣 老薑對女生很好耶 會團血 那種辣不是辣椒的辣 對 是老薑的辣 薑是老的辣 這我可以笑那常識 要不然我發現最近 他一直在乱又成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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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那邊 趁亂 你超棒的 大家誰老薑那麼大聲的 送肥 老薑 他可能趁亂 很辣對不對 鮮得好辣 你是放了多少薑了 一鍋水放一大條薑 然後就給它煮 煮到辣出來之後 最後再放那個紅糖下去 然後攪一攪就變這樣 然後你可以平常 就是帶保溫杯 可以把它帶子這樣隨時喝 東西也可以去含 對 是真的還滿有效的 這個我喝了 那就給我了 這種妳OK OK的 她女孩子喝薑 就是好溫度 紅糖也很好 對 紅糖也很好 因為她平常不吃辣 對 這個辣妳可以 這種辣可以 對 我也是覺得薑湯超有用 可是我覺得不知道是不是 也是要分體質 真的是每個人都有效的嗎 因為像我之前感冒 其實現在也是 就真的喝薑湯之後 我覺得就是全身 真的是暖乎乎的 然後血液循環 各方面 通體素上感覺 任度二賣都通了 鼻塞瞬間就是 就是通到天庭蓋子類 通到天庭 可是沒有就是曬很久的 妳也很緊張 不是 但是我也有 就是同樣一樣 我覺得差不多就是感冒 可能是鼻塞 喉嚨痛 有點不舒服 這種前期的感冒症狀 喝了薑湯之後 我隔天喉嚨就縮起來了 就沒有聲音 然後完全是說不說回來 所以我就不知道說 怎麼同樣就是喝薑湯 可是好像有時候會有一些反效果 太燥熱 太燥熱嗎 怕太多了吧 對 很難吃 對啊 我還想問一個比較專業的笨問題 就是像喝的是專業的笨問題 專業有笨問題嗎 一般人會問的 對啊 我想問 喝這種紅糖薑湯 是要冷的喝比較好 還是熱的喝比較好 然後剛剛韋瑞有講到 用老薑比較好 還是生薑比較好 漂亮 還是嫩薑還是紅薑 是啊 好多薑 其實薑湯 紅糖薑湯 其實它最 所謂預防感冒有效的部分 其實還是在薑的部分 因為秋冬 其實我們還希望喝比較是溫熱的 尤其是如果你是上呼吸到的 一個感染的話 其實我們喝溫熱 效果會比較好 那生薑的部分 你會發現 生薑它是屬於比較脆一點 然後它的口感上比較沒那麼辣 但是它是治療在比如說有些孕婦 它可能有一些噁心 嘔吐 如果你的感冒是這種症狀的話 你可以用生薑 但是為什麼一般大部分 大家都會用老薑 因為老薑它相對辣 它的薑辣素比較高 所以對一些殺菌 或者是預防感冒這一塊 其實在初期是有幫助 但是如果你已經感冒了 就像剛剛你提到 你已經感冒了 其實是要吃藥 而不是一直在喝薑 喝薑 對 預防 好 第二個妙方是 烤橘子 對 我今天就把烤橘子帶來了 但是以前我媽媽的做法 是跟我們現在不一樣 現在我們就是拿一個橘子 然後這邊有一個洞對不對 我們就拿筷子搓下去 把鹽巴塞進去 然後放進去烤香烤 但是以前我媽媽那個年代 是用炭火去烤 是把橘子拿到炭火去烤 烤到有點出水之後 再把鹽巴塞進去 再拿去回烤 這個超香的 老師你要不要試試看 你還要塞鹽巴 還要塞鹽巴 這很好吃 這真的很好吃 立法感 立法感 就是老人家他們以前沒有前看病 他們都用這種方式來預防 有... 你室友跟他們討好說都叫我 沒有 你看起來就很適合吃這種 沒有 因為它那個橘子 烤香之後你看那個出水的樣子 這個真的可以 這個很好 你看 燙的 你看 這是真的假的 對 這是真的烤橘子 橘子加鹽味道怎麼樣 很好吃 很香對不對 太鹹了 妳剛好吃到一塊 她喝到中間了 她喝到中間了 妳負責 到那一塊 我家也會 可是我們是用微波爐 把橘子直接加熱 對 但是不會塞鹽 就把它加熱而已 塞鹽為什麼 不知道 他們如老傳下來 就是中間一定要塞個鹽巴 然後用炭火去烤 對 像這個秘方網路上 真的是非常的有名 因為妳本人就是個橘子 對 因為是橘子怎麼可能 不用塞渣 然後我就有試過 然後也是隨便就找一顆橘子 然後微波爐調一下 反正就跟骨骼上教的一樣 就對了 妳那邊講了 妳烤妳自己 對 但是因為弄完了之後 吃起來有點軟爛軟爛的 我覺得那個口感很奇怪 而且因為我就會覺得說 那是要找甜橘子 不甜的 是生的 是熟的 是要用微波爐還是怎麼樣 烤龍的 是要加鹽巴還是不加鹽巴 是要對的又弄多久 我就覺得 天啊 這些步驟好麻煩喔 我寧可吃藥 或是吃維他命C什麼的感覺 比較實際 橘子吃熱真的很奇怪 就很像你吃咖哩飯 但它是冷的 那種感覺一樣 它就是應該要是冰的 對 怪怪的 這個應該怎麼弄呢 其實因為橘子它本身 如果它在沒有加熱之前 其實它是屬於維生素C 很高的水果 僅次於巴熱 所以柑橘類的 一直是秋冬很容易感冒 剛好柑橘類盛產 所以如果你覺得麻煩的話 其實你吃那種沒有烤過 其實也OK 它的維生素C也很高 為什麼之前會有考過這一種 其實中醫的理論是說 因為它覺得橘子比較寒涼 所以它需要有點加熱 然後早期他們會覺得 鹽巴有殺菌的效果 事實上我們現在 不是很建議加鹽巴的原因 是因為現在人 其實都吃了太多的鈉 所以其實像剛剛學位老師 你會覺得太鹹了 你今天如果又吃了很多 鈉含量很高的食材的話 那確實容易水腫的部分 然後 對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要吃這個的話 其實我建議就是淡淡吃 你總到晚上就是你委屋的醋 剛好一口的鹽巴 妳剛好吃到中間那裡 中間都是鹽巴 真的 但是妳塞很擠有沒有 妳要化開 妳要整老師的 這種金牌的 真的 對 如果要吃這個烤橘子 倒是它的那個 一絲一絲的筋絡 倒是可以吃進去 因為它裡面有內蝗蟲的部分 對 那個其實 所以有質化素也不錯 OK 好 我們看第三個廟方是 沙士加鹽 這是我的廟方 這是我的廟方 因為我小時候只要生病 一喉嚨痛 然後我爸就會說 他就會去買那個沙士回來 然後用那個筷子裡面撒鹽 然後攪拌 逼我們家的小孩子全部喝下去 可是你知道小朋友 其實很喜歡喝沙士 可是一加了鹽 那個味道就很可怕 所以小時候只要生病的時候 都追著給爸爸 就是跑著給爸爸追 就是打死不喝沙士加鹽 但我一直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有一陣子我爸又進化了 只要我的喉嚨痛 對 他在做進化 只要我的喉嚨痛 一發也沒有辦法吃東西 我爸一定會準備這個 你們一定知道 冰耶 對 擦美 擦美冰淇淋 我們小時候有的 那個 那時候我小時候一盒才10塊 對 吃這個嗎 真的 我跟你講 只要喉嚨痛吃它就會好 而且你不能吃其他牌子 你不能吃杜擦爺 也不能吃礦式擦派 都不行 為什麼 因為那些太貴 真的 你真的只能買 不符合社會期待 對 所以你就吃這個 然後你的喉嚨就會很舒服 就會好 真的有效 真的 我跟你講 要聽爸爸的話 手足口 那個時候醫生就叫我 給小孩吃一點點淋淋 因為小朋友吃不下熱量沒有 其實他就可以補充 是因為甜甜的吧 因為滑 布丁 愛玉這種 就是它同時有兩個效果 一個是冰 因為他們手足口症 最討厭的症狀就是煙霞炎 就是它這裡面會都是小破洞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食慾會很差 那這個東西第一個冰 你知道你發炎的時候 我們需要冰敷 紅腫熱痛 所以冷冷的讓你不痛 也讓你不會那麼不舒服 醫生理論其實 對 然後第二個容易滑進去 那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吞嚥 比較硬的東西它會痛 它會卡到它的傷口 就很痛 所以包括布丁 冷的布丁 原來有熱的布丁嗎 有布丁 然後或者這種冰淇淋都是很適合的 所以是正確的 但是那是針對小朋友 擔心他營養不夠 但是建議可以吃布丁跟冰淇淋 但是愛玉的話就是不是很尖 因為愛玉的熱量其實是很低的 如果對小朋友來講的話 它的熱量很高 因為它其實是沒有營養 對 撐不住 我推薦一個 我們家從我媽媽開始到我 到對付大成都是 就是沙士打一顆蛋 沙士打一顆蛋 加油 好可怕 天啊 天啊 是生的 你們什麼表情啊 生的蛋嗎 這種真的是偏方 等一下 接近巫術了 你們沒聽過嗎 沒有... 我們家已經三代都這麼吃 就沙士打那個蛋 那個蛋就熟了 所以我媽就說沙士打蛋 蛋自己會熟 然後就咕嚕咕嚕咕嚕下去 又甜 你非非想想保證 為什麼蛋會熟啊 大成吃到183 你放心好了 就是讓它感冒 然後喉嚨透 沒有胃口 生蛋嗎 生蛋 生蛋 就沙士 然後打開來倒在瓶子 大一點的杯子裡 然後再打一顆生奶 一直消... 然後那個蛋就熟了 是生的嗎 好酷喔 現場有沒有沙士或蛋 現場有沒有 咕嚕咕嚕咕嚕 對啊 我想看 它其實跟月見兵的道理有點像 就是你那個雞蛋在冷的情況 是要好好變性 然後另外一個是因為沙士 它的酸鹼度 會讓你的蛋白質變性 所以看起來就是熟了 你看嗎 有個理性的人了吧 看起來熟了 看起來熟了 蛋白質變性的關係 讓它看起來熟 但是它其實沒有熟 可是我從小我這樣子 我媽這樣對付我 大神也是 有笑 聽起來很可怕 有沒有笑 但是至少看起來 看起來也是不錯 至少它喝下去甜甜的 我講一下為什麼可能 那是常溫的沙士嗎 冰 還是冰的 就是沙士羹蛋 媽 就是買來的沙士 就買來的沙士 沒有強調冰或常溫 其實這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剛才講到 不論是蛋或者是布丁 或者是我們的冰淇淋 它最主要是提供在生病的時候 這些兒童他們需要的營養 冷熱量來源 沙士有什麼道理 沙士其實古時候早年 沙士是中南美洲地區 那是一種類似他們的草藥的根 提煉出來的飲料 在當地他們其實就是作為 類似感冒或什麼致病的東西 那可是為什麼它會有致病的效用 一般認為跟它裡面有一個成分 叫黃髒素有關 可是黃髒素現在的食品 是禁止含在裡面 因為認為黃髒素吃太多 可能會有致癌的風險 所以它可以當藥 或者當藥使用 但它不應該放在食物裡面 所以現在的沙士 其實都不會有黃髒素了 所以現在的沙士只有那個風味 但是它不會有那個成分 所以它現在治療感冒的效果 可能沒有大家想像中 古代的那種效果 你這樣講說草藥果 因為它叫Root Beer Root Root 是一種根 草的根 那個美國有一個飲料是不是 它弄一個冰淇淋在那個有沒有 飄浮可樂 對 對 有時候會這樣 OK 好 我們看第四個是什麼 冰糖燉梨 對 冰糖燉梨就是特別針對你 可能燒蝦或咳嗽 氣管類比較不好的時候 我們媽媽都會用冰糖燉梨 但是有一個重點 冰糖不只是燉梨 它還要... 就是這個 分棉被逼汗沒達到目的 還造成反效果 這個是已經很多醫生出來講了 這個其實是一種偏方 而且它是屬於治標不治本的 真的假的 就是所謂的 可能當你剛開始初期的時候 你悶很熱 流汗 它可能有一個排熱的效果 你會覺得好像好很多 但事實上如果你是像這種 穿這種什麼發熱衣 什麼一個晚上下來 其實容易有脫水的問題 所以它不能治療你的感冒 但是你在用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有一個重點 冰糖不只是燉梨 它還要燉川貝 就是你去中藥行 你可以買到川貝粉 它其實是冰糖 再加上水泥切塊之後 再加上川貝粉下去去燉 然後大概用電鍋燉 像我們現在有電鍋就很方便 以前他們用那種慢火 大概燉兩個小時 然後現在電鍋就很方便 只要跳起來就可以吃了 然後燉完就是這樣子 擱擱的這樣子 給自己弄了 對 就是電鍋弄的 然後就甜甜的 然後川貝其實也沒什麼味道 老師可以試試看 來喔 他今天這裡很好 你為什麼要一直叫我吃 老師這一年都不會感冒 對啊 老師你這一年要 好怕很感冒 我剛剛不是說的 我不敢冒的人嗎 然後吃的時候要水梨 跟那個汁一起吃 真的嗎 其實冰糖這裡還滿好吃的 這個好吃的 這個好吃的 很好吃嗎 川貝 像甜點一樣 一臉就是川貝的臉 如果不好吃就是韋汝沒燉好 像蜜汁水梨 川貝是川貝尼拔糕的味道 不能說很好吃的甜點 但是是可以入口的 對 然後就會潤肺 養生 因為它裡面有川貝 對 我現在很控制糖分 瘦了以後就摘起來 沒有 控制糖分 好 冰糖燉梨我很大推薦 因為有一次 我今年過年的時候 有一次感冒是很嚴重 就是它的主要症狀是咳嗽 然後我咳了兩個多星期 都一直好不了 然後尤其是晚上 就是沒有辦法睡 就咪個半小時還又洗 一直咳咳咳 特別是三點到五點 是咪咳在走肺筋 就咳到就是你會覺得 那個肺好像快被你咳出來 那種感覺 然後後來我同事 他可能太受不了 我每天這樣上班咳咳 他可能覺得太吵 他就燉那個冰糖 就是冰糖燉裡 他連續弄兩天給我喝 然後第一天晚上的時候 我真的有比較好睡 然後到了第二天晚上的時候 我就不咳了 就真的可以睡 因為它甜甜的我覺得很好入口 就是我把它當甜點這樣 就很像莫莉那樣的情況 就是我不是因為正在感染的時候 因為我感染期間 其實老實說 如果是因為細菌一些病菌 病原菌的感染 這個時候你光是用冰糖燉裡 是沒有辦法止住她的咳嗽 可是很多人是像莫莉一樣 明明病就好了 可是後來這個好像 還是有點滋氣管過敏的咳嗽 或者有些人就會覺得 好像燒布 氣節變化 好像是過敏 他就會開始咳起來這種人 用這種其實會有效的 因為他們中醫認為說 第一個他剛才加了穿貝 白色入肺 對肺的調理 這樣冰糖其實 冰糖就是冰糖的作用 我之前就有跟大家講 你有注意到小朋友的咳嗽糖漿 多數是甜甜的嗎 甜甜的其實不是 只是為了他們好喝 之前有做過一個研究 所以我就發現說 同樣都是夜咳的情況 有一個用藥 一個是用那種糖水 用蜂蜜水給他喝 發現即使是糖水 蜂蜜水 也可以讓他們晚上咳嗽 狀況比較緩解 所以如果你不是這種 已經感染得很嚴重這種 就是有時候偶爾就靠 掃冷蝦這種 你來一點這種比較舒服的 甜甜的東西 不要太濃的 淡淡的給他喝 其實是有幫助的 OK 好 第五個是什麼 悶棉被逼汗 對 這一招 又是我爸 又是你爸 你爸我又天幫 因為我爸他的理論 他的方式就是說 你感冒的時候 你就是要把那個髒的東西 就是那種毒排出來 所以他的方式就是 你只要一感冒 他就把你塞在棉被裡面 然後這邊再捆毛毯 用後棉被蓋住 然後把你房間的暖氣打開 暖氣 對 他的方式是這樣子 然後你就會整個人 因為你感冒你也昏昏沉沉 然後臉不太冷凍 你就一直在冒汗一直在冒汗 第二天早上 你會被你的汗臭味 臭性 然後那個時候 你就差不多已經半清醒 已經痊癒了 逼汗的方法 對 對 以前那個三千後宮 你知道皇帝晚上 他見不到真正那種選妃 有時候 他是包在棉被裡面全裸 因為怕他藏刀子對不對 對 然後也是讓他近身的那種 然後把他綁起來 然後因為以前是住炕上 然後就把他送進去 去烤 給 不是 給皇帝使用 對 可是他怕皇帝就是太超 只准使用到三斤 真的喔 對 三斤以後他就一定要 把它運出來 對 不然他會誤了國家大使 好嚴格喔 對 對 這是 我特別研究皇帝古時候的待遇 也沒有 就是很羨慕這個 很羨慕 就等於他同時擁有凱惡或衣靈 你知道嗎 兩家模特兒公司 最大的這種模特兒公司 你是沒看過網路上流傳 那些清代後宮妃子的照片嗎 是喔 都看過 真的不行 真的是 那個修圖都沒有用 好像那種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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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種嗝嗝 拍照就不好好拍 就是 economic 對 這很奇怪 那是果袋的神美觀 可能是當時的神美觀 覺得那種美 獅子 我覺得這一招真的非常有效 因為我自己個人 就是還有中 就是更 Turbo版的 就是我感冒的時候 有一次真的發燒很嚴重 然後我就讓自己 穿了發熱衣 而且我還穿了兩件 後棉被 然後發熱 因為我們家沒有暖氣 我想說這樣很不錯 然後我再貼那個退熱貼 你知道嗎 然後連冰枕都貼在下面 好極端喔 身體有很多複雜的感覺 可是我隔天一早起來 因為汗全部逼出來了 然後我的棉被也濕了 然後我的病也好了 對 太少了 關鍵是在年被濕 有一點 卻長濕疹 但是我覺得它很有效 年代濕了你會很有成就感 對 是這樣嗎 真的 真的 可是你會小心有脫水的問題 所以你旁邊放不罐那個 就是梳跑再加運動也要加邊睡 邊睡邊喝 發燒這種逼出來的汗 好像很多人講 其實這個是已經很多醫生 出來講了 這個其實是一種偏方 而且它是屬於治標不治本的 真的假的 就是所謂的可能 讓你剛開始初期的時候 你悶很熱 流汗 它可能有一個排熱的效果 你會覺得好像好很多 但事實上如果你是像這種 穿這種什麼發熱衣 什麼一個晚上下來 其實你容易有脫水的問題 所以它不能治療你的感冒 但是你在用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比如說如果真的流汗了 那我們建議是要把衣服換掉 要避免它一直悶在裡面 然後如果你用這樣 因為脫水 所以我們建議你可能每隔一個小時 還是要建議補充水分 大概它比平常多補充個 300cc的水分 這樣才不會有脫水 尤其是這一招老人家不適合用 因為你一旦脫水血壓上來的話 其實它是有風險的 那如果說怕預防那個脫水 我把我阿公阿嬤如果生病的時候 我這邊接一根吸管 然後旁邊放一罐水 然後讓它躺著的時候 這樣子冰合併 可能是餵死 罐死 如果說預防脫水 那不會脫水會嗆死 好 好 第六個偏方是 熱鹽水泡腳 對 我覺得不管是泡腳 或是泡澡都非常有效 主要就是要把你身體全部熱起來 然後要活血 那我自己會用泡澡 可是像我家浴缸比較小的情況之下 要怎麼讓它迅速有逼出汗來 我會穿這一個 泡澡雨衣 它打開來是只有一半半截 它就針名針對 就我們泡一般浴缸比較小對不對 我們可能泡半身 也是上面是不是會涼涼 沒關係 你就穿著它 就是這樣把它披上去 而且它很貼心 它是連口 嘴巴這邊都可以黏得到 它這樣穿著 有一些浴缸太小真的 對啊 那你上半身會涼對不對 然後這樣全部把它黏起來 有一些木頭座有沒有 對... 然後還會縮在那邊 它也罩在這個脖子上 就是全部這樣燜著 就這樣 帥了 泡澡用的 對 就這樣 然後這邊會防水 然後再加上因為它是那種 抗熱的霧 妳把頭髮剝出那個外面看看 怎麼樣 就好像琴博士那樣 怪異琴博士 有沒有看到 有耶 我幫妳畫刀疤好不好 對... 我畫刀疤 妳就... 它會把熱給包覆在裡面 所以其實妳穿它 泡澡 真的很快上面都會流汗 然後全身都會熱呼呼的 把汗逼出來 要加鹽嗎 也可以加鹽 這又要加鹽 加鹽就是要避邪啊 它是傻鹽 驅魔 還是妳要加點白話 對 因為像我也是覺得 不管是泡腳或是泡澡 其實熱水夠熱 然後把汗逼出來 真的是血液循環 然後感覺病毒都隨著汗 揮發掉之後 真的感覺有比較好 可是我覺得加鹽怪怪的 所以我是沒有加鹽 但是反正我覺得一樣有效果 我也是泡澡 但沒有加鹽 但是我爸會規定 我要泡半身浴 小時候 然後他就是 上半身還是下半身 下半身 我上半身好厲害喔 有沒有 坐起來 有些是滑下去妳就淺亮 然後腳就出來 這樣刮在浴缸外面 半身 泡到心臟很像 妳沒嘗試啊 老師 妳示範給大家看 妳這樣滑 我們為什麼要滑 可是要泡那種很燙的水 我記得我小時候 就是覺得水太燙 不想泡 然後我爸還對著我吼說 趕快去跟我泡澡 不然把妳的手腳 都綁起來丟進去 就是他覺得小朋友 就是要泡熱水 對 要夠熱 一輩子都怕進豬籠的那種 對啊 進豬籠 你們都叫古代刑罰 對 那種姦夫淫婦 就是叫做進豬籠 不是 為什麼我每一個偏方 你都會想到古代刑罰 這是白了位 你第一次叫進豬籠 所以白了位 讓大家有 因為我們要報金鐘獎 你知道每年後面就有一個 歷史 有歷史 延伸出去 一直在想加鹽巴這件事情 我倒是想到 打點滴是不是食鹽水 它是不是有鹽巴在裡面 因為我前陣子得了怪病 就是莫名其妙 我的不舒服天旋地轉 然後心跳加快 又涼 血壓也正常 但我就是覺得 天旋地轉 天旋地轉 心跳加快 心跳加快 血壓正常 你沒有 我沒有 沒有 沒有怎麼樣 我就是在看看會不會是 我很怕你接下來接什麼 然後 跳躍 有跳躍 沒有跳躍 有 跳躍 跳躍 我跟妳說 結果我就很難過 就躺在那邊不會動說 我就跟我先說我怎麼了 我是怎麼了 我中邪了嗎 我受不出來我哪裡不舒服對不對 我就忍了 然後半夜兩 三點 三 四點 我大概十一 二點就不舒服了 我忍到三 四點 我吐了 吐 我還吐 我已經是中邪了 我覺得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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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邪 妳從法國回來嗎 沒有 之前的事 法國之前 然後妳也有中邪了嗎 對 然後我就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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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不了 然後我私章都說走 走 去急診 我想不要 不要浪費醫療資源 急什麼診 結果忍到天亮了 大概七 八點我快昏倒了 沒有辦法 去台大 事實上是半拖半抱 把我弄到台大去 結果我就看了醫生什麼 他抱著妳進擊的時候浪漫了 沒有浪漫 我已經就是 抱的時候最忌諱什麼 你知道什麼 抱的時候不是 兩腳 一腳跨在外面 抱單腳 另外一腳還拖 好醜 好醜 就是被動了 我就叫妳們什麼好話 沒有了 從紀南熱就開始抱 沒有 那事實上會脫臼 重點是... 我看了醫生弄了 要死不活的樣子打點滴 結果 醫生又讓我打點滴 坐在輪影上面對不對 點滴打完我好了 害我覺得醫生覺得我來鬧的 因為我進來都是要死不活 所以脫水嗎 我不知道 所以要問專家 我為什麼打完點滴我就好了 通常如果 後來還去台大音樂樓下吃飯 為什麼 通常如果感冒有伴隨著 一直持續的嘔吐 或甚至有的是一直拉肚子 有那種拉到已經有水蟹的那種 因為我沒有拉肚子 嘔吐 嘔吐 對 你的嘔吐如果比較嚴重的話 醫生採取的預防措施 他還是會幫你打一些 比如說像電解水的部分 類似像補充一些礦物質的部分 它不會是單純的所謂的鹽水 所以基本上 你可能是單純的一些 急性的感冒這樣子 有可能是這樣子 就好了 對 那就好了 但是我是要提醒 如果說是用熱水泡澡這一招 確實在感冒初期的時候 因為熱水泡 就是你血液循環 然後會比較舒服 我們不見得一定要用鹽 為什麼 第一個就是說 有些人可能 像有一些特殊病人 比如說像糖尿病人 他就不能夠有一些傷口 或是說泡太燙的 會潰爛 對 會潰爛這些 然後第二種就是 之前有一些案例他發現說 有些人他鹽的濃度他沒有抓好 他可能用了大量的鹽下去 又大量的熱水 因為下面其實你發現你的血液 循環 血管擴張之後 你大部分的血液都往下衝 反而有些人 他可能本身天生 有一些心臟疾病的問題 反而會引起所謂的心臟的不適 或甚至於頭暈 暈眩 跌倒 這些都會發生 所以我覺得你泡澡的話 第一個就是說不要泡太熱 泡腳 不要泡太熱 第二個就是說 你可以不一定要加鹽 其實現在很多房間 比如說有一些精油 或是說有一些重要藥材 讓你身心比較愉快的 我覺得這個倒是不錯 老師有一整櫃都是各式各樣 我哪有 你每次都 你沒有嗎 你到我家看過嗎 一小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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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會有收集這種嗎 沒有特別 但是我喜歡薰衣草 我昨天晚上睡覺前還就是 入眠 入眠 很舒服 OK 是鹽對不對 那第七個是什麼 檸檬汁加甘蔗汁 甘蔗汁熱的吧 我覺得熱人的甘蔗雞加檸檬 真的很好喝 而且我第一次接觸的話 其實是在夜市 對 我看到人家在烤甘蔗 然後超香的 然後上面有一些可以去寒 然後潤沸什麼的 我就立刻買來喝 我覺得真的還不錯 而且現在我發現就是 有一些飲料店也都有在賣 那種甘蔗加檸檬 什麼甘蔗加青茶什麼 它有分很多什麼白甘蔗 什麼甘蔗一大堆 可是我一直覺得很奇怪的事情是 因為我們不是會咳嗽 感冒 有時候會咳嗽 那如果是甜的 不是照理說會卡痰什麼的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甘蔗真的OK嗎 對 其實檸檬甘蔗汁 我倒是覺得這一道 還滿不錯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 如果你感冒是屬於 有些人感冒它是屬於 初期那種一般的感冒 容易疲勞疲倦的 但是你又要上班 檸檬裡面其實有一些檸檬酸 它可以讓你可能短暫的時間內 比較有精神一點 那甘蔗汁其實它主要就是 蔗糖的來源 所以它可以迅速的補充你的能量 所以有些人感冒不是容易吐 或是覺得胃口不好的時候 喝一點點這個帶有 所謂的葡萄糖的東西 其實你會發現 你自己是比較有精神的 但是如果你的感冒 不是屬於這一種 你是胃口很好的 或你是拉肚子的這一種 那其實這個整體是 額外的一個糖分的補充而已 所以我覺得倒是這一道的話 可能要看症狀去喝它 好 第八個妙方是 洋蔥切片放嚼底 什麼方法 有這種事 洋蔥切片放嚼底 其實我沒有試過 但是我之前感冒一個月 然後有點咳嗽的時候 我清盆蠔油都推薦我洋蔥 然後去蒸 清盆大禹還是清盆蠔油 清盆蠔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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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推薦我就是 用電鍋然後蒸洋蔥 然後喝洋蔥水 洋蔥放嚼底 耳裡 還是床頭對治感冒最有效 注意這幾個謠言傳說裡面 你會發現它都是用了 所謂的辛香料 你看它不是用蔥 用大蒜 就是辛香料 反而我建議就是像Yumi這樣子 你反而是把它吃進去 它效果會相對比較好 因為像它辛香料裡面 包括洋蔥有些硫化素 一般的青蔥裡面 維生素B1特別的高 其實讓你有精神 所以我覺得倒是 辛香料的東西把它吃進去 但是你放在外面 抹來抹去 那個其實都是沒有效的 其實我真的試了兩天 但是我覺得沒有用 可是大家就跟我說 好有用 好有用 是不是還有食物有什麼問題 洋蔥這件事 放腳底肯定是沒效果 就是我之前聽過很多 像我們病人還有分享說 把洋蔥切一切 或者是什麼大蒜切一切 放在房間裡面 房間的蒜的角色 有花費 或放在什麼床頭 然後每天這樣子 就會擺病不清這樣子 那只會讓你睡眠 可能會產生障礙 或讓你睡得更不好 所以我覺得倒是 但是你注意 這幾個謠言傳說裡面 你會發現它都是用了 那個所謂的辛香料 你看它不是用蔥 用大蒜 就是辛香料 反而我建議就是像Yumi這樣子 你反而是把它吃進去 它效果會相對比較好 因為像它辛香料裡面 包括洋蔥有些硫化素 一般的青蔥裡面 維生素B1特別的高 其實也讓你有精神 所以我覺得倒是 辛香料的東西把它吃進去 但你放在外面抹來抹去 那個其實都是沒有效的 先放腳底再吃 然後有點夾胃了 它剛才那個洋蔥水的 你是因為你本人 是感冒帶來的咳嗽 所以你可能覺得沒什麼藥 那有一群人 部分人他們覺得 好像有一點效果 是針對有一些是 過敏性的咳嗽 因為洋蔥有傳說認為說 它是植物界的抗過敏藥 所以它裡面的虎皮素 有一些作用可以幫你 對抗那個過敏過程中 這種組織胺 所以有些人 它如果是因為過敏 造成這些輕微的咳嗽 就是沒事它就這樣咳那種 有些就有兇 所以你根本不一樣的起源 你不能用同樣的東西對付它 我前幾天剛好姐妹一套聚會 我有一個學姐 她是某家醫院的院長 所以是很資深的醫生 就她分享了一些保養之道 其中一個我覺得剛好可以說 她說洋蔥跟蒜 都是最好的防癌養生的東西 殺菌 抗癌 對不起 抗癌 那麼重點是她說 她學姐講的 餐廳老闆不要罵 就是那個蒜頭洋蔥一炒熟 什麼三杯什麼以後 養分基本上都沒有了 要生的 要生吃 配香腸那種生氣 然後那個蒜片 而且還有那個蒜 不要蒜頭吃 要切片 因為那個蒜頭說 接觸空氣氧化以後 那是它的抗癌效果 最好的是 是嗎 所以學姐教我們 如果不怕臭的話 就是每天早上切幾片 生的那個蒜頭 好酷 一整天嘴巴都蒜味 漂亮 是不是 對 空氣中 確實它切片之後 空氣做一個作用之後 它的蒜素會發揮最大的成分 是喔 對 所以通常我們今天也不用吃太多 大概生的蒜頭 一天大概一半就可以了 半顆 對 它其實是一個養生 切片 對 但是如果說 你是屬於胃不好的人 那它又稍微有點刺激 我覺得倒是可以伴著餐一起吃 比如說你在吃水餃啦 或是吃這些東西的時候 可以放生蒜頭進去 而且你就是 你不只切片 你給它拍碎碎的 然後放久一點 放久一點 比如放大概五分鐘到十分鐘 因為它那段時間要讓它 它其實還沒有形成蒜素 它必須要讓它的酵素 因為你切碎之後 有破壁之後它會作用 所以你給它一段時間作用 吃就更有效 學幾教的是真的 對 要學喔 好 我們看第九個是什麼呢 冷水洗臉 這個我又要分享了 我又要分享了 這又是我爸的怪招 你爸 你爸我都怪招 對 你爸爸還滿了解這些的 他很奇怪 他就是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怪招 而且他的手段非常激烈 因為你生病的時候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發燒 你生病的時候 全身就會胃滑 你就會很冷 你要洗臉 洗澡的時候 你想說怎麼可能 我一定是用稍微 溫溫熱熱熱的水 我爸就說 我跟你講一定要用冷水 我小時候你阿嬤都是這樣說的 他就說一定要冷水 誰要用冷水 我就堅持不用 所以第一天晚上我堅持不用 我還是用我的溫熱水去洗臉 結果第二天晚上 我爸趁我在睡覺的時候 他拿一條毛巾 然後爸泡在冰水裡面 直接往我的臉上丟 我在床上然後尖叫跳起來 非常非常的冷 他就是說 用冷水洗臉才會有用 好像跟什麼你的鼻腔 什麼有關係 妳爸爸是做哪一行 我爸就是警察 半個警察 半個警察 對 臥底那種 電訊警察 監聽 他監聽 真的假的 對 好酷喔 以前退休前是監聽的 對 所以我都被監聽 真的可靠 那妳爸爸不就知道很多秘密 對啊 所以我國小 開始談戀愛的時候 就被監聽 他有分機這樣 然後我媽中華電信 所以她都查我的東西 妳媽中華電信 絕配 絕配 以前 以前那種還要插電 對 然後妳媽就說 妳還在聽嗎 妳就知道 妳媽媽不要聽了 我知道我已經講了 她們兩個該不會是辦案認識的 有可能就互相監聽到時候 對啊 因為一個要監聽 然後另外一個 裡面要方便做事情 對 聽到來電 對啊 都退休了嗎 都退休了 好險 好險 妳是滿酷的職業 對啊 超酷的 超酷的 對 但我覺得以前這種冷水洗臉 應該有它的道理 因為現在進化一點 你知道 會有一個東西叫真鼻器 就有現在這個東西 這所有 你家裡只要有小朋友 你就一定要這一台 然後是把冷水放進去 朋友哥加油嗎 沒有 只要有 因為小朋友通常我們這樣 鼻涕倒流的時候 或是喉嚨卡彈 其實小朋友是咳不出來的 所以醫生都會用這個真鼻器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管 診所才有 對 診所 這可以自己買 我就是因為懶得去診所 因為診所會有免費 然後你要自己自備管子 然後後來覺得太麻煩 你就乾脆買一台在家裡 然後只要小朋友感冒 就這樣罩著這個鼻子 很多耳鼻喉科必備 對 罩著這鼻子 然後很有效 因為小朋友震一針之後 他的彈痕就不會卡在這 就會流出來 然後鼻涕也會變得很順 對 就對於小朋友這一塊的話 是非常有效的 對 這個 一般診所 我老爸你叫我說老師要不要吃 是 因為一般 看我一眼我就緊張很像 耳鼻喉科的程序就是 他會坐在那個 就像牙醫的地方 對 然後拿著棒子 對 老醫生會這樣 然後蒸一下喉嚨 對 就是蒸這種蒸鼻器 他就是擺開水 噴喉嚨 然後洗鼻子 對 然後噴一下 喉嚨有破洞然後噴一下 對 可是最尷尬的是他客人多 他病人多 就是他做一個回覆 就是循環 你這陣座完你就做蒸鼻器 可是那個頻數又很小 對 我上次就 我自己在那邊蒸 蒸喉嚨的時候 可是是面對下一個歐巴桑 他進來了 歐巴桑開 啊 然後不知道 棒子直接塞進去 頂住那個舌根那邊 啊 再啊大聲一點 啊 然後醫生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突然間很 就很毛起來 壓很大力 啊 要吐了 可是重點是我笑場 沒有 沒關係 破口 因為我只要綜藝底 就是笑出聲 破口 笑臉 你笑什麼 阿伯啊 你頂到那邊 還不舒服 但是我覺得 冷水洗臉跟蒸鼻子 剛好是兩件事 他如果當時用冷水 有可能是 因為感冒的時候有發燒 就像你有點冰膚 他用冰毛巾幫你敷在頭上 然後你比較舒服 是這樣子 就把熱帶走 他純粹只是舒服 可是反而真的 如果你想要蒸鼻子 家裡又沒有蒸鼻子的東西 你反而用熱水 你放一壺熱熱的水 然後就像小朋友在那個 不用洗臉 就湊在臉盆上熱水 趁他有蒸氣的時候在那邊吸 眼淚會不會滑下來 眼淚不會滑下來 這個滿舒服的 因為這樣子的情況下 他蒸氣進去之後 因為有時候你會發現 你在那個感冒到後期的時候 那個很乾 然後整個的鼻塞都不通 對 可是問題是他有一些 比如說分泌屋 可能還在你的鼻洞 或其他的地方 那出不來 那這時候你稍微用熱蒸氣蒸了 它就會很舒服 它也舒服 然後比較容易暢通 所以要用的法是熱的 就是熱水一噴 然後在那邊聞 你買不起蒸氣 熱蒸氣的也可以 對 最怕沒人陪 真的 可憐 剛剛那個畫面有沒有 那邊蒸 然後這樣 眼淚滑下來 眼淚滴到這邊 然後就咚 就一直滑那種 太感傷了 太感傷了 剛剛講的這九種廟方對不對 那是不是還有一些其他偏方的 我阿嬤有一招 對 這次不是我爸了 我阿嬤有一招是 你生病的時候 他會燉雞湯 然後就是可能煮什麼香菇雞湯 整隻雞下去煮 可是它的關鍵是 不要吃肉 你把那個湯喝掉 喝完了你就去 照著我爸的SOP 弄冷水洗臉 然後跳到半生浴裡面 然後再用棉被 然後開暖氣 但關鍵就是喝那個湯 不要吃肉 你就去睡覺 那肉怎麼辦 就給別人吃 就是感冒那個人只能喝湯 為什麼呢 好奇怪 其實喝雞湯或喝魚湯 其實在病人的口耳相傳裡面 都會覺得一定要喝湯 才有效果 事實上是因為早期有一些人 他感冒可能胃口不好 他連吃肉的這個慾望都沒有 所以我們會希望 至少他喝一點湯 可以把裡面一些 微量的氨基酸 然後可能裡面有一些 油脂的部分 可以把它攝取進來 但是因為現在其實我們會建議 就是要連肉一起吃 因為我們感冒 其實我們要我們的免疫球蛋白 其實我們的免疫力要提升 然後我們的抗體要提升 它最主要的一個營養成分 一定是蛋白質的來源 蛋白質的來源 一定是在肉裡面 所以我建議現在是 要連雞湯的雞肉 還有魚湯的魚肉 其實都要一起吃 這樣它效果會比較好 還有大家在感冒的時候 就有聽說 就是大量喝黑咖啡 熱的那種美式黑咖啡 然後喝一喝就會覺得 原本就是神神 然後喝黑咖啡 你就會覺得好像好一些 然後好像就是 好像就是你會利尿那種感覺 就覺得好像感冒 就會比較快 我想問說這是喝黑咖啡 是真的有用 這樣會不會睡不著 其實這是很不適合的 因為它 對 其實是不好 為什麼 第一個你提到黑咖啡利尿 其實我們在感冒 就需要大量的水分 它都已經把大部分的水分 都排泄出去了 第二個就是感冒的時候 勢必會吃感冒藥 對 你如果太多的 而且你把它當水喝的話 你咖啡因跟感冒藥 其實會起交互作用的 所以這個也是不適合的 然後另外我們感冒 我們希望趕快好一點 其實你看我們都會希望 你吃營養的東西 含B群高的東西 咖啡因它會讓你B群流失的更快 所以其實會讓你感冒會更難好 所以其實 如果說你只是一般 小小的偏頭痛的感冒 那一杯小小的咖啡 黑咖啡是可以的 但是千萬不能把它當水喝 要小心 我小時候感冒 就尤其是鼻塞的時候 我爸就是說用薑把它打成泥 然後用砂布綁在我的腳上 會不會這樣子鼻塞就會好 而且如果小朋友你筋夠軟的話 還可以把腳拿起來 深呼吸 就吸那個薑的氣 然後真的鼻塞就通了 好懸疑喔 真的 腳是這種偏方 對 就是專門去感冒制鼻塞 那為什麼放腳上 我也有聽過就是有人說 熱的時候中暑不是要刮痧嗎 對 那有人也說冷到了感冒也可以刮 然後刮頭的經絡 這真的嗎 老師 他們一般來講風寒 就是他們傳統中認為說風寒型的 就是你在外面突然冷到進來 覺得有點開始不舒服 之後你可以用它來驅趕風寒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主要刮的是針對 有時候是感冒帶來的頭痛 可是事實上他們不是很針對 直接刮頭 反而是應該從肩頸這邊的地方去刮 所以你要刮對地方 另外要注意的是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刮痧 有些人他已經因為感冒到比較嚴重 他可能整個狀況體力也差異很虛弱了 之前有人甚至這樣一刮 因為他如果交感神經興奮或幹嘛 就整個昏過去也有 所以不是每個人都適合 最主要是針對 你可能那個時候 一只是你受寒涼到了 第二個就是你只要緩解你的頭痛 記者刮的是肩頸這個部位 OK 刮痧老師說我每次不舒服的時候 刮一下很有動 對 還有那個什麼拔罐 妳有拔這個 有 我前陣子都痛好久 拔罐就好多了 不知道為什麼我適合中醫 好 好 今天聊到很多 我覺得偏方剛剛有特別 糾正的都要特別小心 對 提供一些好方法 我覺得也不妨下次試試 謝謝四位來賓的分享 謝謝 謝謝